前天直播完都在四面八方 连多年不联络的朋友、亲人这几点眼头联系 当然绝大多数是支持了 也有些人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话题呢 确确实实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共鸣 把锁链女、唐山被打的这些姑娘 还有更重要大家知道杨凯兰 以及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女性的事情连在了一起 特别是那些悲惨的孩子、校园暴力 还有那些天天开着特牌车 接下上下班的官员 从中国、北京到各省市的县 无处不在 那么昨天我们海东兄弟啊 上了《飞飞秀》这个节目 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连这个福建的某市的市长说 哇塞!他说这个郝海东说的话靠谱 他说他大概的情况知道 但不知道那么细 不知道当年所谓的戴永阁 和徐明之间这种关系 是徐明通过郝海东先生 认识了曾庆怀 后来又认识了戴永阁 然后戴永阁又开始就当了曾家发生 然后又有肖建华 肖建华判了13年 肖建华玩球弹了 又是跟徐明一样 而且身患重疾 活过了几天了 这是共产党钱拿的 你不能死 你还当活政 钱拿来 然后呢你突然的某一天死掉 这就是共产党 所以说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动 就是海东兄弟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国内观察 哇塞!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联邦公里大都知道 小白沙都知道 海航俱乐部都知道 那是个破败不堪的地方 那是个腐败的地方 任何一天发生的事情 都是中国老百姓无法想想的 甭说这么多年了 就没法说了 中央电视台 那就是一个白天上班的 白天在做电视台 晚上到那去上班的 叶总会 都是有家的 什么明星 哪来明星啊 他长多啥呀 是不是 这一切把明星界 新闻界和这些官界 特别中国那几个女富豪 那几个女富豪那是百分之百的 都是夸张的 你看 跟王敏书记说一句好 那些明星 还有那女富豪 他敢上来说 一本来告我 还有那个潘石一的老婆 那个张欣也是啊